吹牛道王力险记 第十七章 再次到月亮上去 当我随着汉密登船长从东印度返回英国的一个星期后 我再次出远门了 这次是因为我的一个亲戚 就是说服我父母让我跟他出去出海旅行的那个人 他非常有钱 同时也非常固执 他坚信这世上真的有格列佛邮寄里所说的小人国 那里的居民和故事里说的一样小 为了证实这点 他邀请我和他一起去进行一次寻找小人国的探险 我当然是欣然接受了 因为我也很想知道他说的小人国是否真的存在 我们装备好船只和物资就向南边的海洋驶去了 之所以选择南方 那是因为我曾不止一次去北边探险 但从没遇到或听说过那边有小人国的存在 所以南方就自然成了我们的第一选择 最初我们什么怪事也没有遇到 但是在第十八天时 海上突然刮起了很大的风 这风实在太大了 竟然一下子就把我们的船卷起来 并带离了水面 像一束绒毛似的飞到空中去了 而且越飞越高 越飞越高 我们就这样在各色的云彩间穿梭飞行了好几个星期 直到最后看到一个闪闪发光的圆岛并降落到那里 怎么形容我们当时看到的景象呢 这个圆圆的岛上有城市有村庄 有山脉有森林有海洋有河流 但是这一切都像镀了一层银粉闪闪发光 显然我们到了月亮上面 这可是我第二次到月亮上来了 而且这次我有充分的时间到处溜达游玩 所以也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下面我就讲给你们听听 月亮上的居民个个都身材高大 出门时就骑上长着三只脑袋的大鹰 根本不用坐车或者坐船 此外 月亮上的东西都很大 比如苍蝇就有绵羊那么大 果子有房子那么大 和月亮上的人和物体相比 我们和我们的船反倒像是来自小人国了 哈哈 这点是不是很好笑 对了 月亮上的居民从来不把时间用在吃饭上面 他们的肚子上有一扇特别的门 他们打开这扇门往里面割食物 然后再把这扇门关上 而且他们每个月只用像这样割一次食物进去 一年只用割十二次 不用像我们一样一天三顿每天都吃 这么方便的办法确实很节省时间 可是我们这些来自地球上的人 却一点也不羡慕 因为在我们看来 他们少了多少享受美食的乐趣啊 此外 月亮上的居民没有爸爸妈妈 因为他们不是从妈妈的肚子里生出来的 而是在树上长出来的 这种树非常好看 树枝是大红色的 上面长着大胡桃 当胡桃成熟的时候 居民们就摘下来收藏在窖里 等月亮上的皇帝需要新人时 就下令从窖里拿些胡桃出来扔进开水里 一个钟头以后 胡桃裂开了 里面就会跳出一些现成的人 这些人一出来就是大人了 而天生就会做自己的工作 不用像地球上的小孩子一样 去念书 去学习 比如那次 月亮上的皇帝命人丢了六个胡桃到开水里 一个钟头以后 从第一个胡桃里跳出来个扫烟囱的工人 从第二个胡桃里跳出个喇叭手 从第三个胡桃里跳出来个卖冰淇淋的 从第四个胡桃里跳出来个大兵 从第五个胡桃里跳出来个厨师 从第六个胡桃里跳出来个裁缝 每个人一出来就立刻开始工作 扫烟囱的很快就爬上了房顶 开始挥动扫帚 喇叭手开始吹喇叭 卖冰淇淋的开始喊 冰淇淋 热乎 因为月亮上的冰比火还要热 厨师立马就往厨房里跑 大兵马上跑到前线和敌人开始交战 听月亮上的居民说 他们死的时候会像烟雾或蒸汽一样在空中消失 没有一点痛苦 这点我还没有见证过是不是真的 但是光听着就觉得很神奇了 是不是 还有 月亮上的居民从来不喝水 也不需要大小便 食物消化后生成了排泄物 他们就通过呼吸排出体外 他们每只手上只有一个手指头 却样样活都能干 而且干起活来 比我们的五个手指头还灵活 他们的脑袋可以卸下来 平时总是把脑袋夹在夜窝里 这样他们才觉得安全 如果出门旅游或者干些比较剧烈的活动 他们一般会把脑袋搁在家里 而且这一点也不会影响他们思考问题 因为不管脑袋和身体离开多远 都可以为他们出谋划策 月亮上的皇帝如果想了解百姓们在干些什么 不用出门 直接把自己的脑袋送出去就行了 更神奇的是他们的眼睛能够随便抠出来 也能够随便嵌进去 因为这一点他们可以随便换眼珠 就像我们换衣服一样方便 要是眼睛坏了或者丢了 他们就到市场上去买新的换商 所以在月亮上随时可见做眼珠买卖的商人 以及这样的广告 眼睛贱脉有橙色的红色的紫色的蓝色的 人们会买来各种颜色的眼珠 隔三差五就换一种颜色 到了晚上 他们那花花绿绿的眼睛 看起来就像绚烂的舞台灯光 非常漂亮 月亮上的葡萄和我们地球上的冰雹完全一样 我甚至怀疑地球上下的冰雹 就是月亮上被狂风刮下来的葡萄 哈哈 假如你们想尝尝月亮上的葡萄是什么味道 那就吃几个冰雹吧 或许还真的就是这么回事呢 对了 还有件事差点忘了说 我们刚到月亮上时 恰巧遇上月亮国与太阳国交战 月亮上的皇帝看我非常精明能干 就请我当军队的总司令 帮他们打仗 为我一口回绝了 我是来旅游探险的 可不想卷入他们与太阳国之间的纠纷 不过 我倒是有幸看到了他们的战争场面 在战场上 士兵们把萝卜当作子弹 用蘑菇做盾牌 当然 萝卜可不是一年四季都有的 所以 在没有萝卜的季节 他们就用芦笋来代替萝卜 我在月亮上还见到好些来自天狼星的居民 他们的长相非常奇怪 脸庞就像狼狗一样 眼睛长在鼻尖上或者鼻孔下面 由于没有眼皮 睡觉时就只好伸出舌头来盖住眼睛 不过有一点 他们倒是和月亮上的居民相同 那就是吃饭的方式 他们的肚子上也有一扇可以打开的小门 吃饭的时候 打开门 直接把食物搁进去 然后关上门就行了 而且 他们也是一个月只用搁一次食物就可以了 说了这么多月亮上的见闻 你们是不是也对这个地方非常感兴趣了呢 哈哈 我也建议你们有时间的话 一定要去月亮上游览一番 保证让你们觉得不需此行 甚至流连忘返